再多的知识也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 2000年以来 佛教始终在教我们做一件事 明心见性 过好一生 这就是佛教文学的终极命题 这是一个如太平洋一样浩瀚的领域 传统的佛教文学 主要由诗词 登陆 诵古 民间故事等几部分组成 作为作者 我的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在沧海中选取一宿 本课准备以佛教诗词 这个佛教文学中的小领域入手 抛砖引玉 问答记 浮生若梦 特入空门问苦空 赶江禅室寇禅翁 未当梦是浮生室 未复浮生是梦中 这首诗是白居易写的 自乐天好香山居室 唐朝三大诗人 在佛教诗词选里呢 我们本来的标准是必须是出家人 否则就不能叫佛教诗词 但是 有几个白衣 是绕不过去的 因为他们太重要 第一个 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 在佛教诗词的分类里 他的教理属于华言宗 并不属于禅宗 他的很多诗都提到华言经 比如 细看便是华言记 方便封开智慧花 这里的华言记 就是指华言经 说明 在白居易当时的历史阶段 正处在 华言教理 归禅的这个阶段 就是禅教合一运动阶段 所以 白居易的诗 属于前禅记的诗歌 这首诗叫问答记 它是一组对诗 是作答用的 是要回答 鸟巢禅诗的一首诗 当时白居易在杭州做刺诗 了解这首诗 就要了解一下 小白同学的人生和仕途 小白同学 他佛言深厚 从他进入官场之初 就露出这样的端倪 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开始 状元极地有一个传统 就是跟后来的 跨马游街性质一样 叫慈恩留名 慈恩寺 慈恩塔 就是唐僧大师西行的起点 在慈恩塔上 留名 这件事情对于白居易的一生 尤其是他佛教信仰的一生 颇有暗示 他在诗里这么说 慈恩塔下提名处 十七人中最少年 从此进入大唐官场 年轻时代的白居易呢 是标准的儒家 充满热血 他的诗歌就可以反映出来 比如 为歌民生病 愿得天子之 经常要给领导题 合理化建议 他当时的官职是什么呢 叫赞善大夫 听见没有 叫你赞善 你很不开眼 公元822年 他上书议论当时河北军事 你的官职就是赞善 就是夸好事呗 那你不夸好事 肯定被贬 当年即为贬为杭州刺史 贬低苏杭是白居易生的转折点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 中国读书人 庙堂之高 江湖之远 都兼具儒家与佛家的二重性 在他贬低之前 他是以兼济天下为制的 希望做一些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 但此后 他的行事风格就向佛家靠拢 逐渐转向了独善其身 白居易这种精神上的转变 是发生在苏杭期间的 这在禅宗史上有明确的记载 就是这组对师 当时他遇到了一个传奇一样的僧人 叫鸟巢禅师 鸟巢禅师 本名道林 是著名的陕西韬光禅师门下 因为我们后面会有一首韬光的诗 所以提一下 鸟巢禅师 鸟巢禅师 就是这个兄弟他不住在地上 他跟鸟一样 他住在树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在武灯会员里有 在武灯会员的第四卷里头 记录了这个故事 说他和白居易的对话 因为他住在树上 这么有名的行为艺术 出现在了白居易的辖区里 白刺史肯定是要过去跟他沟通一下的 白刺史到树下说 大师你这样做很危险 掉下来摔到你就不好了 就算摔不到你 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 大师说我不危险 你才危险 武灯会员的原文是这么写的 居易曰 蝉食住树 慎微矣 施曰 太守危险 游慎 居易曰 弟子魏震江山 何险之友 施曰 心火相交 时浪不停 得非显乎 这段古文我就不翻译了 他要说的意思 在我的佛教哲学第六十五集 克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讲过这个命题 就是所谓的心火相交 时浪不停 就是说人生是一条 相依缘起的河流 借以说明人生之无常 白居易又问 何是佛法大义 诗曰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居易曰 三岁小孩也知道 诗曰 三岁也知道 但八十老翁却行不得 这实际又反映了白居易的一个儒家思想 就是所谓的知意行难 为此 鸟巢禅诗 写了一首问诗 这首诗叫来去无忌 来时无忌 去无忠 去与来时 诗一同 何须更问 浮生是 指此浮生是梦中 白居易同学 回家经过思考 就写下了这个问答记 浮生若梦 相当于是对鸟巢禅诗 这首问诗的体悟 这就是整个诗的背景 下面我们来拆诗 第一句 特入空门问苦空 空门 这里就是指佛门 苦空这两个词我们常用 虽然我们常用 但其实这两个词是有标准定义的 和大家一般理解的范畴 还是有区别的 在佛教哲学的第82课到84课 这两个字的学理概念 我们做过定义 非常复杂 所以白居易同学 特入空门 去问一下苦空 去学习一下 很正常 第二句 赶江禅诗 寇禅梦 那就顺路了 唯一有意思的是 白居易他本身 本人 是华言宗的 就是他的教理体系 是华言宗的 他的思想是华言宗的 但是这里他用了禅试寇禅翁 可见当时禅学 已经基本上一统天下了 第三句 未当梦是福生事 未复福生是梦中 三四句我们一块说吧 福生若梦这个概念 也是一个佛教概念 他属于 大成般若学派 最早这个概念 建于大方广佛华言经 后来经过龙树的发展 就是著名的大成般若空观 人生是梦 梦是人生 你也分不清是梦是人生 所谓福生是梦 福生若梦 他在哲学上 就叫做主观唯心主义 在佛教里 叫做儒梦观 这个观念 在南北朝时期末年 特别流行 中国历史上 凡是社会动荡 兵荒马乱的时候 人随时会挂掉的时候 大成般若学派 就会兴起 儒梦观 空观 就会出现 因为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 人会经常出现幻灭感 所以儒梦观流行就很正常 大方广佛华言经的 第四十四卷 《诗人品》里说 菩萨了世法 一切皆如梦 非处非无处 体性横即灭 诸法无分别 如梦不一心 三世诸世间 一切吸入世 这就是对儒梦观的一个整体描写 唐朝大量的诗人做诗的时候 会使用福生若梦这个概念 其实这是一个标准的佛教医学概念 比如李白写过 福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而福生若梦为欢即和 有意思的是 在出家人的诗词里头 或者说在佛教诗词里头 这个概念是很少被引用的 就是说 般若邪观的这个概念 很少被出家人引用 反而是读书人 做官人 就是我们说的 今天还在庙堂之高 明天可能就处江湖之远 始终处在这种幻灭之间的读书人 他们的这种幻灭感过强了 所以在禅意诗词中 有大量的这种 浮生若梦的薄弱学观 但出家人却不常用 从这首问答诗来看 白居易同学 此时对世界的看法 已由华言宗转向了大成空宗